对,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,被划分为47个都道府县,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菜地小吃,而在最繁华的商业区瑟谷内,就有一家非常特别的餐厅,第47食堂。 在这里提供了全47个地区的各种在地料理,这家第47食堂就位于德瑟谷内,全47个都道府县,各种在地料理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,许多来打拼的外地人,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熟悉的家乡味。 原来餐厅内的所有餐点,都是由社长虾马系辉和厨师长亲自出去考察回来的。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,都会向在地的居民取经,试吃各种美食,在尝试妇科最接近的味道,要做出47个地区的美食,当然少不了各种繁杂的调味料。 其中这道豆奶冰淇淋是餐厅的招牌菜,在冰淇淋上放铃上制作酱油时会用到的酒粕,组合成甜甜咸咸的特别口感。 就连餐厅内的餐具也都是特别定制的。 厦马系辉认为好看的餐具不一定实用,只有实用性才是最重要的。 从开业至今,第四期食堂吸引了许多在工作的游子们来这里品尝道地的家乡美味,几乎每天都大排长龙,实在是人气爆棚。